哈喽大家好,我拆箱多小月2 听说呢,小马鼠出新品了 还有文具哦,比如说修正袋 妈妈呢,对我特别好 不管三七二十一,全套买了 我们拆箱吧 哇 好多蓝色系的 大概 首先是这个 奶盖熊亚克力笔筒 应该也是蓝色系的吧 小杂子 好看 这两个是啥 这夹子又能放多长 当摆箭又能 这样夹东西不错 把膜撕掉 好爽 撕掉以后马上变透明了 哇 这个爆冰小 火车的笔筒真好看 哇 太好看了吧 一会就把它放到我的书桌上 好 继续拿文具 等等 也是这个爆冰机主题的 看挑的是清新兰 它是20米 大容量修正袋 现在测试一下 它用起来丝不丝滑 还可以吧 就是声音有点大 它呢 是陶瓷笔刀 跟它们两个是同一个系列的 这是做手杖用的 很像一只笔吧 是按动式的 这刀头就很小一个 大家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它不是笔 它是笔刀 是有刀头的 小心弄上手哦 好 再来一个 这是魔方笔带 它的质感呢 有点像这种皮的 扣子 黑扣子 这样就可以拎着了 打开 它可以直接拉到这里 看这种样打不打 哎呀 笔带又多了一个 这个以后就放那种手杖专用的笔好了 好 接下来是这个 这是手杖贴子 搜納册 还有小妈鼠日常贴纸 那是这样的 里面那页是这样的 中间呢 可以放一些贴纸 或者手杖便签 上面呢 还可以写一个 放的东西的名字 就方便找 看一下这个贴纸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贴纸 贴上去装饰一下 捏好了 我把几个不喜欢的捏到上面去 然后把几个我认为好看的留在这里就可以用来做手杖了 剩下的贴纸呢 我就塞进去收藏 完成啦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估盘贴纸 之前呢 有人说一定要买来测评一下 那我买来了 哇 竟然有两张 好爽 好 下次就用这个贴纸给大家估个盘吧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样啦 等等等 看小马鼠魔法系列方方本 也是他们的新品 这后面还送了贴纸 其实呢 这一张它是贴纸 这三张呢 这个是书签 好 这两张是异形变签 要剪下来切上去 接下来就看这本 它的名字叫冰之书 它里面呢 是方格纸 160英 厚还是挺厚的 但它还跟我之前买的不一样 它不是活叶的 好了 你们觉得这本手帐本好看吗 我最喜欢的蓝色 你们觉得这次的小马鼠心评 哪一样你们最喜欢呢 我觉得都好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点赞 关注加评论